观者均曾接受专业训练 观众切勿模仿 以下节目有少量危险动作 敬请家长留意 他们招宵打要害 不过不是打架而是练功 一生还练不死功 练到男人最弱变成男人最强 究竟他们练什么功 另外愚犯做校董 加一个非常校长 撑起一间非一般的小学 鲜鱼罕学校连回被杀校 都可以死过翻山 究竟有什么过人招数 立即第一手真相 昔日二晚第一手真相 没有阴谷 今天真的没有阴谷 因为一做主持节目就立即红色暴雨 不过节目也继续要做 不过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没阴谷 除了说下雨之外 其实跟接下来的第一宗晚料 都是有关的 其实不是没阴谷 而是吊 今天我们收到一段来片 就是观众黄先生的声音 里面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就扎着马步 然后旁边的人竟然对着他的身体 重重地踢了几脚 但是片段中被踢的这位人兴 竟然一点痛了的表情都没有 我觉得很神奇 真的想不到是有贴感的功夫 好像武侠小说对面那样 就是狡猾真的能受到重的 从片段所见 这两位人兴应该在练功 而经我们再三调查之后 终于在一个网页上 找到他们练功的资料 原来他们表演的功夫 是叫做吊音功 是来自一门叫做 周家螳螂拳的门派 而打理人就是总教授 吴士奇师傅了 吴士奇师傅 东江周家螳螂国术总会总教授 今年67岁 1957年开始拜门学艺 至今已经有50年国术经验 现时更担任香港警察武术会 名誉武术顾问 更亲自教授东江周家螳螂拳班 和麒麟舞艺班 师傅 周家螳螂是否其中一种功夫 叫做吊音功 是 没错 这些功夫 吊音功是属于周家螳螂上乘的起功之一 因为我们吊音功来说 是将我们男性的高丸 可以抽入身体里面 以防有时跟别人比武时 以防失招被人踢到 所以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 说到周家螳螂拳有很多不同的动作 猜手 踢腿 队装 这些都是基本的训练动作 不过其中最厉害的一招 就是一点都不基本的吊音功 亦即是片段中两位仁兄耍着那一招 师傅 跟我讲解一下吊音功 究竟是怎样练的呢 一般来说 吊音功来说 就不是说叫做很神秘的 我们就是 那个学员就是用有形的呼吸 就是我们平时这样的呼吸的程序 就带入我们的内气来运转 有一个有形的呼吸 就带入我们无形的内气运转 然后提起我们的膏丸 还有我们的运转 怎样运转的气劲 就可以把两粒膏丸提上去 锁住它 所以就不怕人踢了 从医学角度上 吊音功这些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原来未必每个人的身体 都可以做到 其实膏丸收缩进去 是一个反射的动作 这个反射动作 是某一些人会有 也都可能小朋友会多些 但一般去到成年人 其实就很难 会再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射动作 在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人就不可以控制那组肌肉 它有一组是叫不随意肌 那个肌肉是怎样去影响 譬如膏丸的膏或者低的位置 其实一般在大多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是不受我们的意志控制 这里的学员 年龄由19岁至60多岁都有 吴师傅说 练吊音功虽然没什么年龄限制 但最好就结了 有了子女才能练 练的时间不用太久 努力的话 一年半载就可以练成了 我们因为恐慌人家练了这个吊音功 不是 练了这个吊音功 就将来没有儿女 所以我们就为了稳固起见 所以一定要这个学生有了儿女 结了婚有了儿女 我们才教的 因为我们不是说学 其中有些功夫叫童子功 一定童子生才能练成 其实我们不是的 我们就算不是童子生也可以练 我们的主持维维 看到周家螳螂拳的练习情况 真是大开眼界 为了要证明这些师傅是真材实料 维维决定亲身来一个测试 不过不是试被踢 是踢人家 功夫片大家看得多 走狠地一个打几十个 那些都是特技 但我这次真材实料是法 不一个踢两个 还要踢个重要部位 准备好了吗?来吧 痛吗? 不痛 不痛 但坦白说,我的脚就有点凍 其实中国功夫博大精心 而螳螂拳亦远远流畅 不过这招自残身体的功夫 似乎有点霸道 就算经过长期训练 都是小玩为妙 因为一个不小心 随时都会有不知的后遗症 郭医生 其实这样踢男子的下体 对身体是会有什么影响呢? 视乎他踢哪一个地方 和那个力度 譬如如果他踢到膏丸的话 他可能由最初有些表皮的创伤 如果比较严重一些 可能踢到一些血管 他会有一些血块、鱼血 最严重的那些 如果他影响了膏丸 事实上膏丸可能都会是 因为受到创伤 例如会是爆裂 甚至是没有那个功能 但如果他是踢到生殖器官 也都是有些类似的情况 如果最轻的那些 可能只是皮外伤 但如果严重一些 其实会影响它本身的结构 甚至那个输尿管都有影响 如果去到输尿管都受到影响 可能连排尿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创伤是可大可小 是绝对可以很危险的 虽然不明白你能人所不能 但连环连 小心你的子孙的安全至上才行 好像今天这么大雨 避雨的时候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不过有些事情真的避无可避 好像今天在中环的利源东街 就发生了地陷事件 有不少的逃人和小贩 都避不过这次的无额